即将进行的短道速滑北京冬奥会选拔赛 马上要进行的这是女子500米的1%决赛 那这次呢也是为了备战我们的2022北京冬奥会 从队伍的选拔也是要看队员的实力 那么选拔赛分三战进行 这是第一战 尽管选手们不会再移动城市 或者是换城市继续去比 但是呢对于选手们的积分要求 包括他们的表现 都会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状态 第一组四分之一决赛能看到 头盔的一面标号上有 501号王叶这是来自北京 503号郝卫营是来自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 包括528号郭义涵 524号李璇 郭义涵呢来自长春 李璇来自山东 比赛开始 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 500米设置四个赛点 每1.5圈有一个赛点 这样的话也是给选手们 在比赛过程当中 根据奥运会的对手 有这样一种积分的刺激 让选手们更好的 以攻击性的划法来完成每一次比赛 每一个第一次通过赛点的运动员 会有一定的积分 已经进入到决胜圈当中 500米比赛的节奏还是比较快 今天呢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会进行500米和1500米 从四分之一一直到决赛的轮次比赛 王爷表现还是不错 他起跑确实是非常积极 而且呢登兵步频非常快 很快占据了第一位 王爷和郭义涵两个人是 以第一二位完成了比赛 这也是第一组测决赛 这也是第一组测决赛 好 第二组开始 我们所熟悉的张雨婷 会在第一道 好 第二组开始 选手们现在都是以各自的归属地为单位 比赛呢从 报道到最后真正结束 是要横跨一周的时间 马上进入决胜圈了 波兰不惊 这其中呢 有很多是国家队的选手 他们的训练质量和训练状态 目前看还是要高出其他选手一筹 来自黑龙江省冰上中心的张雨婷 请不吝点赛 因为张雨婷呢 她是接力队的主力 在混合接力 以及女子三千米接力当中 可能都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们来看一看第三组次决赛 好 比赛开始了 但是选手们刚刚努力起跑 裁判失忆 有人抢跑了 韩宇彤 张楚彤 这都是国家队非常出色的选手 让他们重新站上起跑线 另外呢 523号是来自山东的贾惠灵 比赛再次开始 贾惠灵现在在第二位 韩宇彤第三 张楚彤滑在第一 而且拉开距离比较大 这距离拉得很开 而且韩宇彤也已经超到了第二位上 进入决胜圈 选手们都没有再继续发力 因为今天呢 比赛的时间还是拉得蛮长 而且呢 一个短距离 一个长距离 选手们要合理的分配体力 因为一直 很多选手就是一直从 我们的转播开始的时候 一直打到最后 慢动作 马上开始第四组的争夺 老将范克欣将在这组当中 去和自己的很多熟悉的战友们 或者是在地方队的对手们 来一块比赛 徐爱丽 徐春雨和范克欣 比赛开始了 范克欣在最外道 拼命往上抢 范克欣从最外道 也就是第三道 超到了第一位上 不得不说 这经验还确实是有用 我们看到的决胜圈 范克欣有点减速 往前上这最后冲线的一下 镜头聚焦对准了范克欣 那刚才呢 就是明显有一些收的这个状态 要是能够保证自己进入到半决赛 就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范克欣起跑 他起跑真的很好 就从这个地方呢 范克欣应该是被超越 被徐春雨超越 所以我跟范克欣和徐春雨 是先后冲过了终点 总体看来进入到半决赛 女子500米半决赛的 没有多少兵迷们不熟悉的名字